记者李新峰台北报道,劳动部基本公司审议委员会, 昨历经9个小时的讨论后通过决议, 从明年1月1日起,每个月的基本公司将由目前的22000元, 调涨为23100元,调幅达5%。 基本时薪也从140元,调涨为150元,调幅达7.14%。 行政院长赖清德在脸书贴文表示, 蔡英文总统上任两年来,基本工资的调幅, 已经追凭马英九政府8年的增幅。 她感谢劳动部与劳资双方代表的努力, 认为我们又一同将台湾向前推进一步, 对于基本工资调幅是否造成物价波动。 赖魁上午受访表示, 行政院主记总处已经将资料计算出来, 这波加薪对经济成长率贡献是0.06%, 对于物价波动影响的消费者物价指数, CPI,0.04%,上述轻微, 以过去调幅经验来看, 尚不至于对物价造成很大的波动。 行政院的物价督导会议也会持续关注, 将未来的物价控制在CPI2%以下, 让民生物价能稳定, 让民众经由加薪得到好处。 赖魁昨深夜在脸书表示, 自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, 基本工资由208元调升为2109元, 再升为22000元, 而今天更提升到23100元。 两年来, 基本工资的调幅, 已经追平马英九政府八年的增幅。 基本工资持续调升, 代表台湾发展经济有成, 而经济成长的果实也由劳资所共享。 赖魁说, 他始终相信, 发展经济, 造福人民, 是政府最主要的施政目标之一。 而基本工资的调升, 不仅能照顾最弱势的劳工, 也能见次垫高整体工资水准, 并进而提升国内消费动能, 这一方面促进整体经济的正向循环, 另方面也落实社会的公平正义, 在壮大台湾的道路上, 让我们继续携手同行。